今天做一個芝士大蝦衣麵 本來應該是做龍蝦 平時是龍蝦的 龍蝦大隻 因為這樣很麻煩 所以退而求其 不過大蝦也好吃 先講講那些材料 蝦 蝦 你可以買冰鮮 或者在街市買的那些 當然你最富貴 你買真的沙油水大蝦都可以 那處理一下它 如果你冰鮮的 你就浸一層鹽水 洗掉它外面的沙 就是解凍 那接著呢 其實我現在才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蝦太早醃 會出水的 那我只要有少少 放那麼多多鹽下去 真的很少 放在蝦殼那裡 哦 那有少許底味 這樣就算了 OK 那也是加少許粉 少許粉 因為我看到你是 處理蝦的時候 是有剪了 剪了 是 酥啊 那些 那個 那個 食譜我都寫了 那就是 剪了蝦頭 蝦槍 蝦眼 那些 因為如果不是 就會爆油爆到很厲害 煎的時候 那粉是少許的 不需要很多的 輕輕 輕輕 有少許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 反轉它 輕輕這樣 輕輕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不是炸東西 所以不需要很 不用太多 是的 那反轉它 哦 都要再下 都要再下 那你給我下一點 好像我剛才這樣下 好 那我先翻了給你 那些蝦就是這樣處理了 洗乾淨 它剪了個 譬如在這裡看 剪了個 前面那裡的蝦頭蝦槍 那在這裡呢 割開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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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割開一刀 拿蝦槍出來 夠了 不用太多 一點都可以 是 好 少許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是 鹽下了沒有 鹽味 這邊的味道 都是少許 都是少許 在那裡 那個糖是 這個糖來的 差點又犯錯誤了 我試過煎蛋 是下了糖 變成肉 那 是 做之前 變成像甜品一樣 是 還要吃那一刻才知道 那是 是做之前才醃 因為 可以醃太久 是 如果不是醃太久 那些蝦會出水 是 那跟著講的衣麵 我先做了少許 這裏 一盒是 500毫升的雞湯 我將它分兩次用 就是大概250毫升一次 那這次呢 我將它用來 我們叫做 餵一餵的麵 餵衣麵 是的 因為那些麵呢 衣麵呢 跟大家講講 少許的冷知識 那是有兩種的 一種大 一種小 那這個已經是大的了 噢 所以不要以為很多 你一般看到這麼大餅 有餅 是的 那我只不過拿回來 就出一出水 出一出水 出一出水 大概30秒 40秒就夠 養散它就可以了 嗯 那跟著呢 就 但是它沒有味 現在是 是的 養散它之後 就變成這樣 嗯 嗯 那很多坦白說 外面做衣麵那些 就這樣就算了 淋醬 噢 那它以為這樣有味 其實告訴你 不要 那衣麵沒有味就沒有味 嗯 那你想底味有少少 我們用大概250毫升的雞湯 嗯 那我們叫它餵一餵 餵一餵 是的 那麵呢 那麵呢 都會好吃 嗯 那好了 看到它差不多開始滾了 那我就下了 因為我們剛才 之前做好了 有些 是的 不過不要緊 下去呢 我們就可以養散它 養散它 是的 那不是很多的 那個湯呢 250毫升 不是很多的 那它一會兒 我們煮到它 那麵呢 吸收了湯 噢 都是輕輕 讓它可以吸收到 是的 讓它有一個底味的意思 嗯 今天呢 會一會兒一會兒很香的一件事 是 我一會兒告訴你 為什麽會很香呢 我一會兒告訴你 你一會兒就會明白的了 一會兒就會聞到 今天會很香 因為有蝦 那些蝦油 嗯 有 蔥頭 蒜頭 還有牛油 噢 那你想也想到一定會很香 牛油 其實 是邪惡的 這一道菜 一向都 好吃的 大家看我煮得這麼多餐 煮了幾天的菜 都大部分是邪惡的 是 邪惡的 狗味 Sara最喜歡 是的 不怕了 好吃 Sara有一天在我家吃飯 是 林王林吉煮的可樂雞翼 就是在那裡煮的 是 就是他吃了那個 那個 我愛了那個 他吃了 是呀 我讓了那個給他 是呀 還要喝醬汁 不要浪費 他真是 好吃的 咬一口再喝 是呀 倩哥 Jessica問 不是要炸衣麵嗎 炸什麼 炸衣麵 衣麵 不用炸的 哦 就是如果做這個 衣麵通常都很少 因為其實他炸才來的 哦 如果你做肉絲炒麵 那些就要炸 就是其實在酒樓就炸 我們家裡也是煎的 因為我們不會在家裡 這麼大部分 那衣麵是不用的 通常就算是湯衣麵 還有衣麵幾種 一是湯衣麵 一是如果你做的 芝士 乾燒衣麵 在那裡煎麵 那些 放湯就一定不會炸 而一般就算這些 乾燒衣麵和這個 都不會怎麼炸 哦 就是做蚊 那些 但是湯看到 熟到八八九九 現在多等它一會 不要浪費你的湯 嗯 這些是雞湯 雞湯 我們有個朋友說 唱歌 等到龜湯 雞湯 雞湯 即是三八斤龜 七八斤雞 是雞 很搞笑 對 大家都很留意 是雞湯 等一下 哇 今天說的蝦很棒 對 但昌哥我想問 蝦頭 是 如果我們 譬如我們 將它拿起之後 用來煲湯底 這樣做 會不會 可以 可以 其實如果用得了蝦頭 滾湯 就不會只用蝦頭 就做蝦殼 哇 好棒 對 即是如果你用得了蝦頭 即是你用來煲湯的話 就用蝦殼 這就是用來備用的 是 剛才有沒有那個 廚房汁 拿少許廚房汁給我 不斷煮一下 擦一下 湯 看到嗎 250毫升的雞湯 已經吸收了麵 麵不多不少 都有雞湯味 煎 那我們落少許油 落少許油 那那個油呢 煎蝦 煮海鮮 那些基本上都是大火的 大火 是的 不要細火 細火呢 它會 譬如你看蝦多新鮮 你細火煮 都不會爽 哦 那所以呢 即不可以煮太久了 不是不煮太久 油要夠大 就是那個火要猛火 熱一點 哦 要不是浪費些蝦 蝦跟著就會下去 煎一煎它 不需要煎到全熟 嗯 只要煎到大概八成左右 哦 八成左右 那就OK了 因為待會我們還會煮的 嗯 煎一煎它 有沒有說要大約多久 嗯 其實很看你的火 那兩邊煎到它 有焦香就可以了 即是看到蝦殼 看到香的蝦殼 即是爆香的蝦殼 還可以 等多一會 哦 還有我又開了那個蝦背 它其實也很快熟 嗯 你看到有個 金黃色很漂亮 是的 煎多一會 等全隻變了色 是的 等它變了 最重要是煎香它 哦 如果在龍蝦也是 現在都是慢慢 如果用龍蝦就慢慢煎 但如果龍蝦大 你知道我們這裡的鑊不夠大 哦 那就要久一點時間 是的 其實不需要很久 很香 很香 是的 一定 蝦有很多蝦油 然後放在這裡 剛才下的粉 就令到它有一點脆脆的 是的 有一點脆脆的效果 在殼上 嗯 咦 這麼用 好了 其實呢 就差不多了 一會一會還會煮 再煮 蝦是不需要太 即是不用煮太久 嗯 最主要是煎香的蝦殼 現在是 哦 這個香味出來 好了 好 放在這裡 差一點 放在這裡 只要煎多一會 好 因為這裡的火始終都 比較肥美 要它的肉再熟一點 這些是那些越南對蝦 嗯 是不是虎蝦來的 虎蝦是呀 好香啊 好香啊 煎蝦一定香 這麵香啊 好了 算了 我們不斷拉多它一會就算了 好 好了 我們先把蝦放在這面上 其實我們待會還要煮 還要什麼 還要再煮 好 先放在這裡 這個鍋子很香 是呀 那現在其實我是關了火 哦 現在我是關了火 但是也要開最小的火 那我會先下牛油 下了 因為呢 火呢 牛油千萬不要大火 因為大火就會焦 焦 那我現在就是用牛油 因為現在的鍋子更熱 好香 是啊 Sara有沒有流口水 啊 牛油真的很棒 我們有朋友留意到你 好像在吞口水 哈哈 她在吞口水 你們 因為就是流出來問他吞 哈哈 好了 接著呢 下蒜蓉 嗯 先下蔥蓉 對 一起爆 我們節省一點時間 這次不是蔥粒 蔥蓉 即是我們切那個 我們叫做切片 切片 即是很小的片 那不用說了 牛油蔥蓉 是不是 是 那可以加上蒜蓉 因為呢 我開了小火 所以都可以 開了很小火 所以呢 嗯 有小吃西餐 是呀 香香香 等它爆一陣 就不需要爆到 爆到香味就可以了 不需要爆到金黃色的 嗯 嗯 是不是很香 是呀 Sera你冷靜一點 哈哈哈哈 好了 接著呢 看到OK之後呢 就可以爆 因為一定香的 蝦油加上什麼 另外那250毫升雞湯 我就現在加進去 哦 之後呢 我就可以開大火了 OK 因為呢 要等它第一件事 讓它煮滾 嗯 那接著呢 就是下這個 芝士 芝士 芝士現在加 OK 我用了四塊 是 不得不 用了四塊 那我們 我們 刮進去 刮進去 要是才好吃 對 那蔥就不下 嗯 蔥就不下 嗯 那現在就讓它水滾了 就是讓它煮融芝士 阿昌哥我想問 是否用什麼芝士都可以 一般煮這些呢 就不用 不用 不用說 不需要用特別好美的那些 要不然就浪費它 坦白說 都是這些中式菜 是嗎 那一般那些呢 片莊芝士呢 就最多人用了 是的 那你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 片莊都有 有不同 有些橙色些 那些是 是不是有 有的 有的 如果你 是不是都可以的 都可以 但是呢 我們這個汁通常想白色些 不過都不會很白的 就是不會很 就算你拿到橙色 都不會很橙的 嗯 好了 那接著呢 就是味不同了 是了 那接著呢 再加輕輕調一下味 輕輕調一下味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 做意粉都可以 當然 當然 那還有 再加多一百毫升的 淡奶 淡奶 哦 那現在呢 調一下味 一點點 那麼多的糖 嗯 一點那麼多就夠了 一點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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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試呢 因為那個 芝士呢 各個牌子都不同 嗯 就是不同的那個 所以味道都不同 是的 是的 有時候呢 試過一些煙燻味 或者是 加力 蒜頭味 好 那我先試一下味 看看是否需要再微調味 很香 好了 那現在呢 就加上少少的 生粉水才準備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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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給我刮起它 刮起它 對 那現在可以把蝦呢 回鍋 那剛才說可能有少少未熟的 嗯 那現在就煮熟 讓它吸汁 吸汁 還有最後煮熟 嗯 大力一點啊 對 其實我沒試過做這個 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刮爛那個盤子的 不會爛的 是 你可以嫁的了 唉 餘餘餘 是不是 好了 好像還感覺到少少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可以了 那現在呢 就把這個汁收結它 就是下這個生粉水 對 把這個汁收結它 哇 逐點逐點下 逐點逐點下 下面就要攪得快點 上面就要慢慢落 對 上面就要慢慢落 但是還有 不需要一次真的做得太稠了 因為呢 它的芝士一凍少少 就越來越瓊了 對 現在這樣 那我說了 一茶匙的 生粉水 一茶匙的水 嗯 好了最後 下了蔥 嗯 哇 有稠的感覺 有稠的感覺 感覺了 那這段時間呢 其實蝦已經熟了 已經 我把蝦排好 好 把蝦排好 都放進去 煙面 滾一滾 對 讓它蘸一蘸 對 沒有問題 哇 這蝦可以拼心形 是 知道給你來 哈哈 這個也很漂亮 看一看花花 哇 哇 好了 那接著 最後 把那些汁 淋上去 淋上去 那這個汁其實現在這樣 是夠的 是 因為它一會兒 冷了它就會 再 再稠一點 是的再稠一點 哇 如果大家想做龍蝦 就把那些蝦 轉成龍蝦 都是這樣做的 嗯 是不是多一點好吃 是啊 我們為了拍照更漂亮 就不要再淋上去 那我們一會兒自己 再一次淋上去 對 那我們用一點 抹一抹碟邊去 好 還有一個 這個是一人份量的 一人份量的 不夠啊 唱歌 唱歌這裡不夠Sera一個人 芝士大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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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裡 細鍋細成 你可以在家裡 用兩個麵餅 嗯 可能多一點 一般來說 坦白說就是五隻蝦 其實我寫的餐廳 只有四隻 那我今天 已經用五隻了 已經 大致上這樣 好啊 多謝你們 耶 芝士大蝦衣 好耶 棒啊